好 又到了我們心願 兌換卷的單元 那麼今天兩個人的心願是什麼呢 我想先問佩穎 妳希望對方幫妳實現 什麼樣的心願 就是 我看到了 妳看到了 妳有痛視眼喔 妳不要亂看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吃水果 然後但是我常常會忘了 所以我的願望是 就想說就是水果就 跳燒營小小的燒燒燒 她長大了 從拿包包變成燒水果 對 不是剝蝦 不是剝蝦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對啊 是削鳳梨 我盡量 對 因為鳳梨招財 我其實沒有削過耶 OK 好 那個一一九先準備 好 今天這顆鳳梨 真的是很不簡單 我們四個人要開始 見證這一場 殺鳳梨的大戲 所以有沒有什麼話 跟鳳梨講 就是 我想要好好吃到你 好 那就看你了 就開始了 你削過嗎 沒有 此生第一次削鳳梨 其實削鳳梨 那你打算怎麼削它呢 我先把它的頭給去掉好了 好 左撇子耶 對啊 你有切水果的習慣嗎 有切水果 但是沒有削過鳳梨 你的手亂放 對 有喔 有了 有架勢 這個刀很利喔 比想像中好像 好像沒削成功耶 待會兒我要注意一下喔 等一下 我好像沒曉得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 現在篩捨的時間 到醫院比較慢 顏色的關係 它是牛奶鳳梨嗎 還是 看起來 好像是牛奶鳳梨 對啊 滿淡的 我剛剛以為還沒有熟 現在往後面來 有 有架勢 可是感覺還是 不得了 在旁邊做音效有沒有 做這樣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下一步 下一步呢 應該是對切吧 可以吧 不是啦 這也不行啦 切皮啦 切皮啦 皮要先切完 就是一皮一片 所以我要從 不是 你就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啊 對 直接 你都沒有去菜市場對不對 對 你不用這樣切啦 你這樣切就太危險了 太危險 對 你就直接整 整 對 了解 其實我剛剛是做效果 了解 了解 你看 這樣 多容易對不對 對 果果是鳳梨 有 平常我也是 第一次看他切鳳梨 這樣對嗎 第一次看他切鳳梨 有切成功就是對 現在有切就對了 就是鳳梨攤的老闆都這樣切 只是切到最後 可以吃到的果肉的多少 對 而且我切得這幾早可以吃 對 你等一下可以拿起來啃 鳳梨是不是切完之後 會沒有鳳梨 就是一口 對不起 切完鳳梨就沒有鳳梨 切的份量就是要給佩穎吃的而已 原來講說一顆鳳梨很珍貴 才這麼大 對 最後只有一點點 其實只有一顆核可以吃而已 了解 可是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奇怪為什麼是 但是鳳梨本身長得 就不是很漂亮的 沒有 它本來長滿漂亮的 我長滿漂亮的 小心一點 牛奶鳳梨啊 對 它的果肉是白色的 好多果肉都被削掉了 鳳梨哭哭 我快削不下去了 就是這樣對不對 好 請鳳梨果農 不要打電話來抗議 對 這個純粹是 節目效果 對 然後就可以開始對切了 對切 應該可以吃了吧 你要不要用橫的 你 我這樣對切比較 比較酷嗎 因為這樣自己又發揮了 這是它在 它在幫它完成心願 對 它是一個五角形的鳳梨 是喔 好 是喔 大家都很擔心我的手 對 我怕你待會兒要轉播 自己的一些狀態 然後 接下來呢 你覺得要切成什麼樣 給它看 這個擺盤喔 你其實也可以直接拿一半 直接給它吃了 對不對 我們是世界奉獻 沒有 沒有 要切就給它切完整 讓我想一下 平常的鳳梨長什麼樣子 對 現在你是不是發現 水果店的老闆滿厲害的 鳳梨切一盤上來 跟你今天完全看起來不一樣 應該是一樣的 好 他說我一切 後面都是笑聲 然後呢 有點樣子囉 就這樣啦 就這樣嘛 到底是多沒有做家事 你看到它每一步 工作 戰戰兢兢的如履薄冰 你平常有切什麼其他水果嗎 就蘋果吧 蘋果 不然你說的就香蕉 香蕉是當然 我也常吃香蕉 你這個形狀有點妙耶 直接吃了嗎 好 對 要不要餵食一下 吃小塊 吃小塊 我直接吃喔 吃吧 吃啦 不用在乎形象 心滿意煮嗎 大小可以嗎 好吃 有愛的感覺嗎 有甜蜜蜜的感覺 漂亮喔 有鳳梨的味道 好的 我們這個心願到現在 有算完成了 有算完成了 OK 下一個 鳳梨炒飯 好 那傑聖你的心願是什麼呢 好 用丹田大笑 向你投球 這個翻譯一下好不好 對 我想說看 為什麼中文變得不太好 可以 妳可以用丹田 類似那種大笑之歌 那一種的 然後在過程當中 對我投一顆棒球 投一顆棒球 對 我跟你講 我都準備好了 你知道我想說 壘球支援全校 第三嗎 只要不會出人命就好 怎麼 等一下怎麼 然後咧 要站起來 我們應該要站一個位置 你該不會解釋一下 丹球我能懂 為什麼要用丹田大笑 好 其實說實在 我也不曉得怎麼會有這個 可能我那天心情比較不好 真的喔 對 所以就想說折磨一下 折磨一下 心理諮商師 那等一下我要一邊笑 我要大笑一邊投球 不然妳就大笑兩聲這樣 可是我一直在笑啊 沒有 妳這個不是丹田 丹田 丹田 是這樣嗎 再丹田一點 好 現在是副代戲 副代戲要出場了 是不是很歡樂 等一下 等一下 是這樣嗎 對不起 妳 超莫名其妙的心願 超莫名 好莫名喔 天啊 可是現場變得很歡樂啊 對 小時候是有過什麼創傷嗎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人投球丟到妳 然後再笑妳 還是怎麼樣 沒有 其實沒有 我就是一個念頭 OK 他在報復剛剛切鳳梨 好吧 好啦 我覺得現場氣氛 現在滿不錯的 我馬上要進入到 最終抉擇階段 兩位今天其實經歷了一些互動 那到底願不願意 在真實生活當中 有進一步的交流 進一步做朋友呢 現在給妳的三秒鐘的抉擇 如果覺得OK 我數到一 二 三的時候 手機拿出來 互加IG好友 OK 好 一 二 三 在哪兒 IG 好 Tia 都願意喔 願意 成功 好 來 加一下 怎麼加啊 這裡 好 這裡 好 等我一下 好 你們第一場約會就是 就是在切鳳梨當中度過 先遛狗吧 對啊 他們家狗都很可愛 好可愛 我們家的也很可愛 我的比較可愛 我跟你講養狗的人 都會去爭說 誰的狗比較可愛 每個人都會說 自己家的狗最可愛 對 自己的孩子最可愛 事實上都還好 對 什麼事實上都還好 有了 好 等一下 加一下 再傳個貼圖 有了 有嗎 有了 好 今天是快樂結束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最後這個結果 這個選擇 佩穎 她跟你原來 剛剛進來的時候 感覺一樣嗎 差不多 對 因為 就是沒加分的意思嗎 不是啦 就是八分的意思 就是 就像H老師剛剛講的 隔 就是我覺得我應該要讓自己 有一個革新的過程 對 然後我就會很希望 今天這個節目 是我自己一個 提醒自己 我要做出改變 對 然後我覺得剛好遇到 就是傑聖 就是我們這樣交流 我覺得是很輕鬆的 就是不太會有什麼壓力 對 OK 很輕鬆自在的互動 傑聖你覺得呢 主要還是覺得就是 佩穎沒有我想像中 的那樣的一個距離感 對啊 然後 比方說剛好又有一些 共通的興趣 養狗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話題 對啊 就是那個距離感 並沒有想像中 原本預期這麼的 這麼的遠 OK H看好後續發展嗎 我滿看好的 因為我覺得狗 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催化劑 好 我們今天就恭喜兩位 今天約會成功 那我們也祝福出 觀眾朋友 真的人海茫茫 到底誰適合你 有些事情不見面 不聊天 你真的不知道 鼓勵大家掃一下QR Call 趕快來報名 為自己開啟下一部 約會之旅吧 祝福大家 拜拜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好 好